许志然出轨黄欣颖被落下渣男印记 但在娱乐圈这都不是事 从2019年4月至今 许志然饱受骂名 她保持克制 徐欣认错 很快取得太太的原谅 日前谈及黄欣颖发布新歌《复出一事》 她表示看了新闻没有什么要回应 希望大家向前看 郑秀文近几年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早前确诊新冠肺炎 令大家非常担心 许志然在采访中谈及此事 透露郑秀文确诊时没有告诉她 当时她仍在美国工作 直到演出结束回国才发现妻子确诊 他们没有刻意隔离彼此 不具备感染的风险相互照顾 每天做一次核酸 许志然表示当时最担心就是感染 去到第九日第十日 她都已经很恐怖 她都一条线 那我都一条线 她没有传染过毒被你 就是中间都 不过其实都遇了 她最发抖的 她最伤情多 在美国演出十多天 每天只待在房间和健身房 回来后很想照顾生病的太太 但坦言不会做饭 没办法满足太太的食欲 坦言喜欢郑秀文胖一点 不要刻意减肥 但郑秀文不听劝 没法满足太太太